陳建的最新消息來關注 終於BNT疫苗再度抵台了 從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起飛的 五十萬劑BNT疫苗 在剛剛清晨五點十分 已經運抵台灣 而這批疫苗也是第一批 客製化標籤的疫苗 現場最新情形 我們連線給記者 尹志剛 志剛 好的 主播 從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 天還沒亮 載著五十五萬劑的 BNT疫苗的華航班機 就在今天清晨五點十分 降落在桃園機場 而BNT疫苗是由 鴻海的永齡基金會 台積電和慈劑購買之後 捐給政府 一更有一千五百萬劑 在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八月曾經親自到歐洲催貨之後 已經在九月二號和九號 先後到貨 一共一百八十四點二萬劑 這回是第三批 也是第一批客製化標籤的 BNT疫苗 而這批客製化標籤疫苗 原本是定在中秋節後啟運 一度傳出 會在二十七號抵達台灣 不過卻因為航空貨域延遲的關係 到今天清晨才來到台灣 地勤人員將疫苗 從貨倉卸下之後 海關人員在機坪完成電放通關程序 就立刻將疫苗運送到冷除物流中心 進行後續檢驗風間作業之後 就會提供給民眾接種 而第一批客製化標籤疫苗 郭台銘說已經生產大約一百四十萬劑 將分成三批陸續到貨 另外在今天下午 也將會有一批AZ疫苗 將從泰國運到台灣 同樣是由華航班機來載運 預計將在今天下午三點四十分 抵達桃園機場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況 先把時間鏡頭還給棚內